眼前这可不是一只二哈 而是一只草原顶级的掠食者大灰狼 每天早上他都会跑到主人房间叫他去溜弯 男主一共养了两只宠物 一只是眼前这只大灰狼 另一只是走在前面的二哈 他们走在一起明显可以看出来差异 无论是从瞳孔发光的强度 还是从体型上来观察 二哈都略显逊色 有人说哈士奇和狼的相似度高达99% 剩下的1%是差在智商上面 其实并不是这样 哈士奇和狼确实长得很像 但二哈是从雪橇犬训养过来的宠物狗 脸型饱满略显可爱 大灰狼的脸则又长又尖看着比较凶狠 他的毛发多为这种灰褐色 眼睛的颜色也都是棕色系的 从不会像二哈一样有漂亮的蓝眼睛 因为要适应野外生存 狼的爪子也比二哈要大很多 就连晚上从他们眼睛发出的光都完全不同 大灰狼的眼睛是这种黄绿色的光 而且亮度较高 二哈的略带红色 显得平淡无奇 就连尾巴的摆放习惯都各不相同 大灰狼因为经常在野外生存 不会像二哈一样经常把尾巴卷起 哈士奇则作为宠物犬 需要逃主人开心 所以经常是尾巴卷起的状态 别看大灰狼比二哈大一圈 他可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弟弟 男主刚把小狼领回家的时候 二哈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这才过了一年的时间 狼就长得比哈士奇大了一圈 由于是和二哈一起长大的原因 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狼性 竟然和二哈学会了撒娇卖萌 想尽一切办法地讨好主人 他见男主一直在用手在宠信二哈 也想求爱的抚摸 于是就使劲地扒了主人的另一只手 甚至把枕头都扒到床下面了 主人依旧没有宠信大灰狼 于是他就直接把脸塞到了主人手下 强制求抚摸 二哈见状赶紧躺下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连接 还用爪子摆扳阻挠 果然在争宠这方面 还是二哈略胜一筹啊 身为大草原上顶级的食肉动物 大灰狼现在却跟着二哈吃起了黄瓜 为了一口食物可以说是低三下四 眼睛死死地盯着主人的手 馋得口水不停地往下流 大灰狼的颜面真是让他丢光了呀 不仅如此 大灰狼竟然还为了能够吃上一口薯片 耐力地讨好主人 这天二哈正在啃一块生红薯 可把他给馋坏了 用爪子不停地扒了二哈 最终还是被他抢了去 一只天生吃肉的大灰狼 活生生被二哈带成了一只 什么都吃的杂食动物 除了吃饭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出去溜湾 不仅可以趁机出去放风 还可以碰到很多同类 眼前这只狗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大黄 看似非常的镇定 其实内心慌的一品 就这样一只大草原的顶级掠食者 却被主人养成了一只二哈 虽然每天第三下四没有了狼性 但也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